我們是在今年7月份搬進來的 我是安徽人,我老公是江蘇人 我跟我的老公還有兩隻貓 現在居住在這個房子裡面 面積是300平方左右 房租是每個月7500塊錢 之前的房子是89平方 對我來說實在是有點不太夠用 所以我們就是很想換大的房子 當時我看到這套房子以後,它有300平方 我覺得暫時不太可能 近幾年內買得下這套房子 但是我也很想住進來 所以我當時就決定租下這套房子 覺得這樣子生活壓力也比較小一些 有的朋友說我們家中庭像和平飯店 可能是毛坯版的和平飯店 它原來就是一個純粹的辦公空間 把整個空間都刷成了白顏色 基本上保留了整個房子原先的結構 客廳、餐廳和廚房做成了一個整體 四個房間,一個是我的主臥 兩個是客臥 還有一個作為了倉庫 我們家的房子屬於毛坯精緻風 就是它硬裝其實非常毛坯 但是軟裝又還比較偏精緻 因為這是租的房子 硬裝大概只花了五萬塊錢 硬裝的東西是帶不走的 它越簡單越好 我們家的花費比較少 家裡的沙發、茶几 還有主臥的床 是從之前的家裡面帶過來的 定制的家具 包括廁所的一些架子和台面大的餐桌、椅子 都是我跟工廠直接訂的 那這樣子也節省了大概一到兩萬塊錢的費用 我們家沒有櫃子 基本上都是用貨架、隔板、開放式的一架來代替的 因為這個房子很大 不用特別地去設計一些集中的收納空間 反而是我會把收納根據自己的生活習慣來做 其實這樣更容易存放、更容易出物 主臥有一個比較小的陽台 然後我們買了木料、釘子 自己把這個木材搭建起來 性價比很高 才花費了不到一千塊錢 每天早上起來有一個小的陽台 可以吃早餐、曬曬太陽 其實很舒服 因為每個朋友他們都有自己家的風格 之前的話 我們會輪流在每一家做客 可能我們家因為太小 所以去我家做客是最少的 現在換了新的房子之後 大家反而最喜歡來我家 可以一起做飯、一起喝酒 這個房子我跟房東簽約三年 約定了五年的時間 我會租給別人 之後也會喜歡一個全新的風格吧